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营期货策略交部的负责人有可有 很高兴在这里能和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呢就会是很旁边 今天旁边用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股指回落商品涨跌分化 煤炭油脂领跌金属反弹 我们来看各板块的表现 股指期货连续大涨之后 今日出现回落调整 商品市场除了有色贵金属和 股板块的表现较强 大多数板块都是集体走弱 其中煤炭和油脂成为领跌的板块 原油化工钢铁也联动下跌 旁边空头氛围占据了主导 我们来看今天的涨跌盘版 现在看到多头方面 除了护锡涨幅超过5% 液化器护银的涨幅超过2% 其余的品种涨幅都在1%以内 可见日内多头动能较弱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前10个品种的跌幅都在2%以上 其中焦煤跌幅超过6% 焦炭红枣的跌幅超过5% 燃油甲醇森铝菜油的跌幅都在3%以上 黑色系化工品和农产品 都是较为弱势 我们来看市场热点品种具体的走势 先来看到日内表现比较强势的品种 那么户锡方面日内是高开高走 那么出现了强势的反弹 那么前期经历了连续下跌之后 那么今两日呢 也是反弹势头较为猛烈 那目前再次回到曲线之上 关注它后市能否进一步走强 再来看到经营方面 那么受外盘的影响 经营呢也是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 尤其是护盈 那么反弹力度相对较大 目前处于一个震荡的走势 关注它后市能否进一步延续反弹的表现 再来看到液化器方面 昨天大幅下跌之后 今天呢也是出现强势的反弹 收回昨天的一个跌幅 那么再次回到曲线之内 但是目前整体还是处于一个震荡偏弱的格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整个盘面 多头的动能并不是很强 再来看到日内表现比较弱势的板块和品种 那么黑色系方面交踏是继续低开低走 那么创出日内的新低水平 那么近期呢 也是处于一个连续回落的走势 再次回到曲线之内 震荡偏弱 可以继续关注短空的一个操作机会 交美也是类似的走势 那么今天呢 也是成为领低的品种 跌幅超过6%以上 目前继续攻击2600这个关口 那么多头减仓 那么也是可以关注一下短空的操作机会 螺纹肉卷 那目前呢也是出现连续 左肉的一个态势 并且逼近了一个曲线下沿 关注它后市能否进一步跌破 再来看到原油方面 那么受外盘的影响 近期呢 也是冲快火落 目前再次回到曲线之内 由此呢 也带动了部分化工品的走弱 燃料油 甲醇 PVC 那么这些品种呢 都是连续的走弱 包括尿素 那么也是打到一个曲线下沿 关键位置 关注它后市能否进一步跌破 那么PTA方面 前期连续上涨之后 那么近期呢 也是出现连续的多头减仓 火热调整 那目前呢 整体也是波动幅度较大 虽然整体还是处于一个多头大趋势当中 但是近期的波动性呢 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老常多当 需要注意做好营丽的保护 再来看到农产品方面 红枣 那么昨天破位之后 今天呢 也是继续下跌 创出新低的水平 延续了一个空头的格局 再来看到油脂方面 中旅游 那么昨天也是破位 今天呢 也是继续下跌 那么整体呢 还是处于一个震了皮肉的态势 继续冲击前期的关键位 再来看到菜油和豆油方面 都是类似的走势 那么近期呢 也是连续的回落 短期表现较弱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整个旁边呢 是黑色系 以及原油化工品 包括部分农产品呢 都是处于一个弱势的格局 那么我们给大家制定 现阶段的一个交易策略 商品连续下挫 空头占优 继续跟随下跌的趋势行情 那目前可以关注的强势品种 主要是互吸 互营 出现短期的一个反弹 那么我们要关注多头动能 能否进一步持续 而弱势的品种 主要是双胶 螺纹热卷 包括玻璃 都是联动的下跌 PVC尿素呢 也是连续的下挫 红枣 棕榈 豆油 也是破位下跌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关注 市空的机会 近期商品市场连续走弱 多个品种 走出了空头行情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跟随 下跌的趋势性机会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交易策略 希望对大家操作 有所帮助 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